近日一名男子来到三门县普霸港镇 便民服务中心办理户籍业务 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趟业务办的是有去无回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 当天下午户籍员陈巧波 接待了一名前来办理户口部 打印业务的男子陶某 在核实身份信息时 系统突然弹出异常 细心的陈巧波 察觉事有蹊跷 稳住男子后 立即用手机拍下该男子的信息 发给值班民警 该男子在听说 一时不能办理业务后 立即询问陈巧波 此时户籍员陈巧波 一直冷静接待男子 毫不慌张 用各种理由 稳住男子的情况 尽可能拖延时间 而男子在等待过程中 却显得有些坐立不安 不断询问 你应该等一下 我问一下 是系统关心来怎么样 你再问吧 发现该男子是在讨人员 于是我让户籍员 尽量想办法拖住他 我立刻赶往现场 几分钟后 值班民警终于赶到 将该男子带回派出所调查 经查这名男子姓陶 因涉嫌开发一款网上赌场APP 被山东警方列为网上逃犯 我是做软件开发的一个技术人员 在2020年4月份的时候 我给客户开发了一款 类似于企业卫星的这么一个软件 我不知道客户具体用作干嘛 目前犯罪嫌疑人陶某 已被移交山东警方做进一步处理 记者许晶晶编辑报道